神龙白尾呀 跳白推波 兄弟们好,我是小雨 这节课我们来说一下 怎么下往周融创的拉链蘑菇 拉链蘑菇跟野蘑菇不一样 它比较有节奏感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技巧 下蘑菇的时候 要使劲地沉肩 沉化、探头、压住 整个人是往下俯冲的 这个动作一定要做出来 让我们的整个上半身的重量啊 重心啊,完全压在你的前脚 我们现在平地或者是 推波中练习这个 压住前脚、跳后脚、提后脚 来,练这个动作 好,尽量提高一点 好,然后呢 再在抖波上面 练用这个动作 去换韧 能换得跟蘑菇 是一样的节奏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尝试一下 大蘑菇了 我现在压住前脚 整个人压下去 往下俯冲的状态 好,我跳、换韧 推波 好,压住前脚 跳、换韧 又推波 好,又压住前脚 跳、换韧 又推波 一定要把前肩 头看下去 压下去 踩前脚 然后把后脚蹬 跳起来 提起来 摆过去 神龙摆尾 好 跳、白、推波 好 停住 跳、白尾 推波 压住 停 压前脚 跳、白尾 推波 跳、白尾 推 跳、提后脚 推 跳、提后脚 跳、提后脚 推 尽量不要烦你 一开始很容易 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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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量不要烦你 我们尽量是顺着走 顺着走 顺着走 不要烦你 烦你是不好的 很难提升 所以这个动作只是相对于我们去体验拉链蘑菇使用的 如果要玩外面的野蘑菇 大家还是要苦练技术 好吧 我们下期见 再见 拜拜